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玩一下沙渣笔 这个沙渣笔在我之前的节目中已经露过脸了 最近我给它做了一套升级 升级了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配套了烤鸭的那一套喷口金属补品 给它做了一个全喷口的替换 还有这个动力管也给它替换成金属补品了 所以本期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烤鸭的金属补品 搭载完成之后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首先给各位说一下 这一次的金属补品主要集中在哪些位置 首先有衣领处还有腰部的动力管 接着是肩甲内侧的喷口 还有大臂外侧的喷口 裙甲内侧 小腿外甲内 小腿外侧 以及后方 还有背包处 以及后裙甲 那么此次烤鸭出品的金属补品呢 它的安装方式 与我们平时所能接触到的金属补品的安装方式为相同的 唯一有点不同的呢 就是在这个金属动力管的位置了 这一次它就需要将模型的元件 也就是一根细细的轴 包括上面衣领位都要取下 这里是需要将整个轴的分件给剪下 然后再轻行打磨 套上这个金属补品 那腰部呢 也同样需要打磨 这个打磨的过程啊 有点费时费力 经过打磨之后 才能将这个弹簧套入其中 然后在外层再来套这个金属补品 那么我这份的安装呢 我不知道怎么的 是不是我没操作 OK啊 在与这个腰部分件的结合上 会有点不太对位置 但好在也能够顺利的套进去吧 反正看上去稍微会有点瑕疵 那关于其他的部位呢 大部分都是靠浇水来固定住 也就是常规的 我们将一个桩给剪掉 然后呢 再将浇水粘在这个喷口内部 将它固定住 安装完这个喷口啊 有个别位置 它是不能够收纳 就比如这个小腿前方 这个喷口呢 它已经影响了整体的闭合程度了 这个外甲是只能爆开的 那么至于其他的位置呢 还有这个后方 后方的话 它也是永远只能展开形态 并不能闭合啊 这个肩部侧方呢 也有点难受吧 不太好操作 总之啊 这一套喷口上了之后 你就别指望你的沙扎笔 再恢复成未爆甲的形态 那么至于好不好看呢 我就觉得 每个人的审美都不同吧 按照自己的要求来 我个人是觉得吧 配我这一身消光色来说啊 一般般 我更偏向于 大家可以配一个金属色 这种金属色的沙扎笔 来配这种金属喷口的话 效果应该会更不错一点 当然如果你敢于尝试的话 玩个成品 改造一下 应该也是可以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感觉这一个喷口 会更配哪一种机甲 反正我都觉得吧 这个喷口本来就属于一个魔改的产品 所以配魔改的高达会更加的合适哦 不知道你是怎么觉得呢